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长雷洛这个经典人物 曾经有多对香港男 心诠释过 刘德华的版本被评论誉为其中气质最为儒雅的 对此刘德华形容 在他心中的雷洛就像杜月笙一样 只是不穿长袍马冠而已 刘德华曾经从里到外研究过雷 洛圆形吕勒 除了模仿油头发型 他更发现自己与雷洛的相似之处 我们最接近的是 每一样都在找平衡 连坏也要找平衡 他说 雷洛即使做坏事都讲规矩 没有规矩就会乱 我在生活里也是一样的 家里跟工作怎么平衡 演戏跟唱歌怎么平衡 我觉得我一直都在雷洛的性格里 记者也问起 张艺谋曾说刘德华演不了农民 率会不会成为他在饰演某些角色时的障碍 刘德华说 对于张艺谋的话 他没有太放在心上 他也不是那么好胜的人 如果有人找 那我就觉得可以试试 至于太帅的问题 刘德华峰去回答 如果帅是我的缺点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缺点 说完自己也哈哈大小粉丝巴黎捕获送送CP 乔妹被捕捉到腹部微腹 疑似游起韩星送中击与乔妹送会 乔玉界将于10月31日完婚 上个月二人才刚与美国还设完婚下照 这个月又去巴黎玉之蜜月 甜蜜献杀旁人 日前有粉丝于巴黎街头捕获野生送送CP 兴奋合影 而当时乔妹身穿宽松外套 小腹疑似微微隆起 韵味十足 引起粉丝热议 早在宋仲基与乔妹7月宣布婚讯时 乔妹就曾被媒体怀疑是代球奖 当时乔妹所属的优案经纪公司 就曾表示绝对没有 随着婚礼倒数 乔妹这次被捕捉到小富微兔的照片 粉丝表示应该是角度问题 在巴黎吃太好了啦 但也敲烂两人早日有爱的结晶 昆明晒美照小富微虎 网友经怀三宝了 昆明与周杰伦结婚后 也生下一子一女 婚姻生活幸福美满 不过最近她在脸书分享美照 却经见小富微虎 让不少网友都在猜是不是怀了三宝 昆明在27日在脸书分享一张照片 只见她上半身穿着一件白色 无袖贴身上衣 下半身是牛仔裙 头上戴着白色棒球帽 这身休闲的打扮看来很轻松 不过网友们都发现她的小富有点微谱 因此纷纷猜测是不是 怀了三宝粉丝巴黎捕获送送CP 乔妹被捕捉到腹部微虎 疑似有喜寒星送中击 与乔妹送会 乔玉界将于10月31日完婚 上个月二人才刚与美国 还设完婚下照 这个月又去巴黎狱之蜜月 甜蜜献杀旁人 日前有粉丝于巴黎街头捕获野生送送CP 兴奋合影 而当时乔妹身穿宽松外套 小富一次微微隆起 韵味十足 引起粉丝热议 早在宋仲基与乔妹7月宣布婚讯时 乔妹就曾被媒体怀疑是代球奖 当时乔妹所属的UMA经纪公司 就曾表示绝对没有 随着婚礼倒数 乔妹这次被捕捉到小富微虎的照片 粉丝表示应该是角度问题 在巴黎吃太好了啦 但也敲烂两人早日有爱的结晶 昆明善美照小富微虎 王友经怀三宝了 昆明与周杰伦结婚后 也生下一子一女 婚姻生活幸福美满 不过最近她在脸书分享美照 却经见小富微虎 让不少网友都在猜是不是怀了三宝 昆明在27日在脸书 分享一张照片 只见她上半身穿着一件白色 无袖贴身上衣 下半身是牛仔裙 头上戴着白色棒球帽 这身休闲的打扮看来很轻松 不过网友们都发现她的小富有点微谱 因此纷纷猜测是不是 怀了三宝粉丝巴黎捕获送送CP 乔妹被捕捕捉到腹部微虎 疑似有喜寒星送中击与乔妹送会 乔玉界将于10月31日完婚 上个月二人才刚与美国还设完婚下照 这个月又去巴黎玉之蜜月 甜蜜献杀旁人 日前有粉丝于巴黎街头捕获野生送送CP 兴奋合影 而当时乔妹身穿宽松外套 小富一丝微微隆起 韵味十足 引起粉丝热议 早在宋仲基与乔妹 7月宣布婚讯时 乔妹就曾被媒体怀疑是代球奖 当时乔妹所属的Ur经纪公司 就曾表示绝对没有 随着婚礼倒数 乔妹这次被捕捉到小富微虎的照片 粉丝表示应该是角度问题 在巴黎吃太好了啦 但也敲完两人早日有爱的结晶 昆明善美照小富微虎 网友惊怀三宝了 昆明与周杰伦结婚后 也生下一子一女 婚姻生活幸福美满 不过最近她在脸书分享美照 却惊见小富微虎 让不少网友都在猜是不是怀了三宝 昆明在27日在脸书 分享一张照片 只见她上半身穿着一件白色 无袖贴身上衣 下半身续牛仔裙 头上戴着白色棒球帽 这身休闲的打扮看来很轻松 不过网友们都发现她的小腹有点微谱 因此纷纷猜测是不是 怀了三宝 中文字幕发现柱